老牌新衣祝福秀片 祝福秀片组 祝福杯桃 祝福化妆包 我们的专题发想选用花砖 是因为其中有一位主人的老家在台南 而台南有许多老式的建筑物上 有着古老的花砖 我们也对此感到兴趣 于是我们上网找寻有关花砖的相关资料 发现花砖这项文化现在少之又少 甚至没有 而且也只能在建筑物上或者是家具上看见 无法随身带走 所以我们利用绣片轻巧又方便携带的一点 和花砖做结合 一来可以让花砖继续得以传承外 二来还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历史的个别含义 也有着我们特殊的束缚意义 当初制作绣片的时候 因为考虑到成本以及绣线上有很多限制 所以在制作草图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遇到构图太过复杂的情况 加上我们为了呈现复古花砖的风格 图不能太过于现代 经过我们小组讨论和指导老师的中肯建议之后 让我们的美术可以有所方向 之后我们就也有着我们的美术 我们今天出的商品 全共有杯套 明星片套组 绣片组 小书包 帆布袋 以及我们的绣片梯 那在制作绣片的过程中 我们有去找厂商 那也在现场挑选绣片 也了解到我们的绣片 可以运用在哪些地方 以及绣片的特别之处 在指导这一组 慢慢接触到一些花砖他们本身有的历史意义 然后才会知道原来花砖有这么多的一个层次的一个象征 那他们也藉由去研究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去知道图像的意义 然后还有一些花砖本身的一些祝福的意义 然后把它带到一个新的产品的发展 那我觉得比较难能可贵的是 这一组在创作的过程中 他们还去做了一些线上的问卷调查 这个是在以前我带过的专题里面 还没有看过用这种形式的 所以他们做出来的成果 其实都是从他们的一些问卷调查里面 知道大家对于一个祝福的东西的一个需求 比如说他是想要做生日的祝福啊 或是考试的祝福啊 是从他们自己调查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并不是学生自己发自直觉的一种 一种结果 是真的透过一个调查 然后来知道原来大众他们所需求的东西是什么 还有他们所需求的目的是什么 所以也能够让他们现在做出来的作品 其实更有一个背后一个更可靠的意义 所以在我觉得他在一个商品化的过程中 这个问卷的调查对他们其实是非常帮助的 那也确实在他们这一次的一个秀片的一个作品当中 然后可以看到他们到他们一个努力的结果 秀片这一组呢是由佩文 余凤跟凯博三个人合作而成的一个组 那他们在制作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困难 同时他们三个有不同的特质 佩文是非常有野心的女孩 那余凤呢像妈妈一样会帮大家处理大小事 然后事情也处理起来也非常的积极谨慎 那凯博呢是一个浪漫的孩子 那他也本身也非常的有创意 他们三个在这个竞赛中分别负责不一样的项目 然后也祭出了很棒的火花 那恭喜他们可以在这次竞赛中得到很不错的成绩 那我想最大的收获还是他们在其中有学会了很多不同的技能 那自己去寻找解决的方法 是他们在竞赛中最大的收获 那我们老师就是在旁边辅助他们完成这项任务 那当然主任带领了他们也给他们了非常多的课题 但是他们都有一一克服 那再次恭喜他们在这个竞赛的成就 我相信这个成就会是在他们高中三年中一个很棒的回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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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有点想要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